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八九六四风波的第二期 谈一下八九六四风波何以发生的第二期 这一期从文化的角度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从文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也就是探讨它的文化原因吧 八九六四风波发生的文化原因 在这方面呢,我们首先要提一下 八九六四风波是不是一场颜色革命呢 我认为是一场颜色革命 它本身就是朝着夺取政权的 它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权的 虽然还遮遮掩掩的 但是它目标是明确的 颜色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颜色革命 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合法性的 对现任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这也就是说从这一点 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当时的政权呢 遭遇到了合法性的危机 这里强调一下 这个合法性呢 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并不是说 那个法律 因为你协在法律的是法律允许的 所以它就是合法的 它并不是 这是法律上的概念 合法性 政治上的合法性呢 它指的是那个社会成员呢 对这个政权的认同感 心理认同感和那个社会认同感 它是 它主要强调的是对这个政权的认同 所以先那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合法性这个概念 谈到合法性危机呢 这个合法性危机和这个文化领导权 是有密切关联的 如果这个文化领导权 一旦动摇了的话 这个就会引发 引发这个合法性危机 这个八九六四风波的发生呢 实际上就是文化领 从文化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文化领导权的动摇了 所以才导致这个 产生了合法性危机 这是我的 基本观点的 我将会 这期视频呢 主要是我将会沿着这个基本观点 展开论述 展开详细说一下 在这方面呢 我将借鉴那个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这个理论 从他的 借鉴他的理论来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对于葛兰西和他的文化 文化领导权理论呢 大家由于不是专门 那个研究这方面的 所以我不想给大家 而过度深入的介绍 对于葛兰西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 在1927 上个世纪20年的时候 在意大利搞革命 后来被关进监狱了 被关进监狱之后呢 他自己 就时间充足了嘛 就开始思考 思考人生了 后来写了一本书 叫做《狱中杂记》 《狱中杂记》 他这个文化领导权理论呢 就是也叫做文化霸权理论 也就是在这个监狱中 那个提出的 对这个人呢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对他这个理论呢 我就是用一两句话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他的理论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革命呢 无产阶级革命呢 要想夺取政权呢 不仅仅是要靠 那个武装斗争呢 除了武装斗争呢 还应该重视 还应该重视这个文化 文化的力量 意识形态的进攻 为什么要重视 意识形态的进攻呢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 他对于 社会成员的统治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国家层面 通过暴力机器的 进行那个暴力统治 另外一种就是 通过 通过教育啊 报纸啊 电台啊 杂志啊这些灌输其意识形态 增强 然后增强 社会成员的 社会成员对这个政权的 认同感 既有硬的一面 既有硬的一面 又有软的一面 所以呢 无产级革命 无产级革命 也要有硬的一面 也要有软的一面 软的一面 就是从意识形态开始进攻 这个理论呢 实际上和那个 上世纪五十年代呢 杜勒斯 美国杜勒斯提那个和平演变 实际上是 有意己同工之处的 杜勒斯呢 是主张的是资本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而葛兰西呢 是主张 是主张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 那个意识形态的进攻 他们两个有 意己同工之妙 在这个理论当中呢 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主流文化 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 主流文化 第二个呢 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呢 所谓市民社会 它和马克思拉列宁的 认识的 认识的是 他和马克思列宁的 所指出的社会 市民社会呢 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主要指的是 意识形态和舆论 第三个概念呢 是知识分子 他呃呃呃 葛兰西认为 呃要想 在意识形态发动进攻了 就需要有一批 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知识分子 知知识分子 通过这些知识分子 在呃 意识形态领域 在公共舆论领域呢 发动进攻 向资产这级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发起进攻 这是他的具体的方式 呃 我们对于这个 呃 我们对于 在 从文化角度来看 那个文化领导权呢 看 八九六十分部的 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 那个 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这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借鉴 他这个理论来 呃 进行考察 第一个呢 是从 嗯 呃 你借鉴他这个理论 你就可以发现 当时呢 八九 呃 还没有发生 就像 还没有发生 这起事件之前呢 就是 八十年代 八五年到八九年 这段时间 时间呢 实际上 我们的文化领导权 已经开始出现动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关键词入手来进行文化 第一个呢 从他的主流文化 当时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呈现出一种什么态势呢 是当时我们 呃 原来 呃 从 发任于延安时期的那种革命文化呢 呃 到了六七十年代 成 到成为顶峰之后呢 就开始 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迅速的 那个示威了 示威了 也就是他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慢慢变弱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呃 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遭遇了重大挫折 那个呃 许多人已经开始怀疑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道路还能不能持续下去 这种呃 这种理念呢 理念与现实的严重的背离吧 是导致人民是导致这个呃 革命文化呢 开始 开始示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还有个就是那个呃 对外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 呃八十年代的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高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个呃 外来文化越来越多了 像港台文化呢 还有呃 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入 对于当时的 呃 不管是不管是学界呢 还有文化界呢 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的主流文化呢 革命文化就是正在正在消解 正在示威 信仰这一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影响力越来越少 这个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少 革命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少 而流行文化 像港台流行文化 呃 还有美国文化是 确实大行起头 喜欢这类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从这个主流文化来看呢 嗯 这个已经不是 党在领导了 这个话语前已经不是 不是党 党那个掌握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从那个 从 从从那个 这是第一个从那个主流 呃从主流文化来说 第二个呢 从市民社会 呃 我前面说了 他这个市民社会指的是那个 意识潜在领域和这个 呃 公共舆论 呃 从当时的 意识潜在领域来看呢 呃 就像人道主义啊 啊 个人主义啊 这些 呃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这种思想的 民主理念的 越来越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他对于这个 他对于这个 呃 他对于这个 当时的 当时的 当时的马列主义这个 呃这个 冲击是越来越大了 实际上 对于普通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嗯 官方的一套 意识形态实际上 信任的 已经 不是怎么信任的 而是 对于 呃 对于 那些刚上大学的 大学生来说 呃 西方那一套文化呢 更受欢迎 这是一个 这是从意识形态 从公共舆论呢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来看 也出现了 出现了一系列 呃 也就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现象 呃 你说教育啊 从那个 呃 从教育 呃 首先从那个 呃 报纸啊 杂志啊 呃 那方面来看 你看报纸方面呢 呃 当时有一个 已经出了一个叫做 呃 清本力 呃 他搞了一个世界经济早报 他办这个报纸呢 当时他办这个报纸是什么 他 他就是要搞一份 完全是民办的报纸 不受官方控制的报纸 他 他创办这个报纸的时候 就这样说的 这是报纸啊 还有 还有当时 呃 非常火的西战民主墙的 通过大字报这种形式 来传播思想 传播西方的理论吧 呃 呃 这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实际上跟那个 呃 当时的呃 经济形势 呃 市场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呃 因为经济决定 经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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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建筑嘛 你这个呃 呃 在 呃 呃 这个国家与社会不再是一种 呃 意愿化的 国家级社会 不是正 国家级社会 政治级 那个政府级社会 不再是这种 意愿化的格局了 而是 呃 在商品经济改革过程中呢 呃 政府与社会这个 关系开始慢慢的变远 呃 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呢 呃 开始 呃 呃 有所降低了 不再是那种靠 原先靠单纯的计划经济 计划指令 行政命令啊 就可以控制的 这种 呃 这种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扩大呢 这种 这种 那个把拉大吧 呃 导致它这种控制力有所削弱 呃 然后呢 这种 一系列新情况出现了 又 它又跟不上 当时的政府又跟不上这个管理 那个手段 又跟不上这个 社会形势的发展要求 所以呢 就导致那个意识形态领域呢 呃 这个公共舆论呢 舆论这方面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混了 然后呢 再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看呢 当时呢 呃 已经 出现了一批 呃 从完全从样眉外 全般西化的知识分子 当时那个 呃 和尚 这个纪录片呢 大行其道 而且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就是一个例子嘛 呃 总的来看呢 你从这个 呃 从这个 呃 主流文化 从 市民社会啊 从知识分子啊 这三个 呃 维度来看呢 当时我们的 呃 文化领导权 已经无同程度的 出现了动摇 这种动摇呢 就会 就会影响到这种 呃 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呢 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 因为你这个 呃 随着这个美式文化的 在强势输入之后啊 他的民主 那一套理论呢 一时间 影响力变得很大 就是 受这种影响 他就会产生质疑 对于那些 刚入学 刚上大学的学生来说 就特别有吸引力 就会 呃 这种 对 现政权这种 不认同感 就会增加 还有就是那个 当然 还有就是那个 这种 刚国门大开的时候呢 按照邓小平的话呢 我们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那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 但是 一相对比之后呢 这种 差距呢 一下子就那个 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那 这个 你不是说你 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你和资本主义别 你的优越性 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 为什么 别人过得这么好 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过得这么差呢 这种强烈的反差呢 会 也 就会那个 产生 本人的同感 从此 进而那个 进而导致 这个现任政权 产生合法性的危机 应该说 呃 这是 呃 80年的改革过程中 改革 开放 过程中 那个 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 你这个 呃 从文化领导权来看呢 就是你这个 这改革太快的话 你这个 呃 原来的方式 已经难以适应这个 新形势的要求 所以呢 文化领导权动摇了 文化领导权 一 一动摇之后呢 又导致这个 呃 人民的这种 对于政权的 不认同感增加了 那个 呃 现在政府的这种 合法性 危机 就产生了 这是 这是那个 呃 这是 八九六四风波 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上 从文化来看 呃 今天呢 之所以要从文化上来探讨啊 其中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 实际上 你观察一下这个 借鉴 葛兰兴这套理论呢 嗯